焦点APP 您下一所收听的是 专业电台台湾之音 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下一所进行的单元是焦点APP 南韩总统普景会 6号在清瓦台发表全国演说 提出了薪资高峰系统 要企业把资深的员工逐年减薪 省下的钱用影增雇青年 南韩政府预估 如果全国316个 公营事业都能够吸引 薪资高峰系统引入的话 2017年将可以增加8000个职缺 如果民间企业都全面的推动的话 增加的职缺将可以高达20万个 究竟薪资高峰系统 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案 它真的可以解决南韩的经济问题 跟青年失业问题吗 如果可以的话 包括了台湾在内的其他国家 是否可以效法适用 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教授 李沃强 李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老师能不能首先带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薪资高峰系统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南韩为什么这么积极的 要来推动落实这项系统 好了 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 就是博醒会呢 在6号 他对这个国民谈话 提出了这个世代改革目标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针对劳动市场的改革 也就是要去增加青年的一个就业 所以他呢 提出了一个薪资高峰系统 那就是让达到一定联资的员工 那目前的一个办法 就是从56岁开始减薪 那人家减薪10% 一直到60岁退休年龄 那这样子下去呢 减薪的弧度 那至少可以达到40%左右 而且要保障呢 他能够做到退休年龄 那因此呢 那在这样情况下 就可以省掉很多的这个薪资 那省下来的钱呢 就可以让公司去雇佣 更多的年轻人 所以这个韩国政府呢 他也另外也编类了议算 来这个去针对 因为配合了这个企业给补助 所以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这个方法 所以这一套系统 应该这么讲 这个是南韩独创的吗 没有其他国家有先行采行过 就我个人了解 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做法 OK 所以这个南韩真的很特别 不过为了这个要奖励 这个实施这个薪资高峰系统的这个企业 刚刚就像老师所讲的 这个南韩政府是编列了三年 大概33亿的台币的预算 要来补助这些企业 中小企业的话 每雇佣一名年轻的这个员工 哇 这个政府补助是27万的台币 如果是大财团的话呢 雇佣的话呢 是补助这个额度是减半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们看到普景惠 似乎对这个方案充满决心 他说这个方案是以成必要 并非选择 他要求全职跟这个高薪的员工 必须要为年轻一代让步 表示呢 现在正是为我们的子女跟国家前途 做出重大决定的一个时刻 普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南韩在我们的眼里 其实他国家的竞争力 好像已经非常的强 包括了他是FTA 我们一直讲说我们要跟人家签署FTA FTA的大赢家大概就是他了 很奇怪 这个为什么他的经济状况 真的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想象的 真的很差吗 原因在哪里呢 是的 我从几个原因来做一个分析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 他这个政策主要就是要提供青年的就业 那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呢 在这个2013年的一个调查 那这个调查的报告指出青年的就业呢 是日趋恶化 那全球呢 15岁到24岁的青年呢 将近有7000多万人失业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全球青年的失业率呢 预估是达到12.6% 那南韩呢 青年的失业问题也是一样 它是日益严重 所以这个今年6月份的一个统计资料显示啊 它15岁到29岁的青年失业率 就达到10.2% 那刚刚你也提到说 哎 对啊 那韩国呢 这个目前已经跟了这个全球47个国家 签了12个FTA 是 到底这个数目是全球数一数二 而且它的贸易互盖率将近70% 这是非常高的 我们台湾目前只有这个7个 这个FTA 而且覆盖率只有这个9.69 是 相对来来讲是少很多 但是呢 这个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 在这么积极的一个情况下 可是呢 它经济也受到 第一个就是 目前呢 是全球经济吃饭 OK 那再来就是我们知道 南韩呢 在前阵子有MERS疫情 是 所以这个对消费跟观光等等 人这个内需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 另外一个因素 它跟台湾一样 事实上也是过度依赖中国 它对中国的出国呢 是相当的重 那我们要了解 中国的经济 这个去年是创下了24年的新低 是 那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呢 也这个能够勉强保期 但是前年度能够保期 这个还是一个这个未知数 所以这个 我们知道台湾呢 在这几个月面临的这个 出口的这个持续的衰退 那南韩也是一样 是 它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呢 是联系有四季 低于百分之一 哇 对 这个是过去少见了 是 那我们看到台湾呢 在这个 在这一季啊 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 预估也是这个失准了 我们只有0.6% 是 而且呢 那南韩呢 它是 就年度来看 它是连续四年 是 经济成长的第一 百分之四 所以它当然也非常紧张 一定要一些这个 激励经济的措施 不是 老师您刚刚讲的是 经济成长率的部分嘛 是 刚刚也有提到 所谓的这个失业率的部分 南韩目前的失业率 哇 我看了一下统计表是 百分之十点二 青年 青年失业率 那老师我们不 我们要问一下 青年失业率 它代表是不是一个 比较独特的一个状况 它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 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是 我们知道这个 对于国家来讲 这个劳动力是非常重要 是 那 劳动力我们通常呢 就是说 这个 针对年轻的这个 针对年轻的这个劳动力 比如说这个 我们讲 15到24岁 24岁到这个 29到39 那这个中间的这个劳动力 因为它的生产力相对是比较高 是 那如果这个年轻的这个劳动力 昨天减少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都担心嘛 出生率 这个 这个降低了 老人化呢 这个指数呢 越来越高了 那这个就会影响这个国家的一个劳动力 而且我们也过去也常提嘛 青年是这个 未来国家的一个动量 是 所以这个部分的就业 它对未来经济 潜在的一个成长影响 是非常重大 哇 所以这个青年失业率 就是这个韩国目前急需解决跟面对的一个问题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拉回到这个薪资高峰系统上面 老师您认为这个方案真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但是我必须要先提出来一个我很好奇的地方 这个系统性的减薪 符不符合这个劳动法规的保障这个劳动者的薪资规定呢 这个不会引起法律上面的纠纷吗 对 因为我们这个知道 韩国的这个整个产业结构是比较特殊 是 很谈不一样 台湾大概百分之九十六九十七是这个中小企业 那这个韩国呢 它主要就是一个大财华 大财团 是 那根据的这个去年一个统计啊 他们这个前十大财团 对整个南韩的经济的贡献度是80% 这个相当恐怖 就相当大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啊 这个根据南韩一个劳动部的统计啊 他说截到截至这个今年上半年啊已经有百分之四十七的这个大企业 愿意用这个薪资高峰系统 那包括大家比较熟悉像LG啊 这个FK集团的这个三星啊 现代 这个是明年要准备采用 那您刚刚讲这个很多企业啊 开始也要加入这个行列 所以我想这个韩国的民族性是比较特殊 像过去在1998年大概经济面临了这个整个破产危机 是 但是它民族性很强 大家呢这个这个把家里的金子啊等等这个通拿出来 建出来 那建出来呢就帮助南韩呢在度过这个金融危机 整个之后就开始互书起来 所以民族性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新制系统对韩国来讲 或许是有不错的成效 但是如果用在台湾的其他国家可能就不适用了 所以您认为说它在韩国有效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效果 OK 所以你觉得他们可以共体时间就是劳资 这个民族性的问题 是是是是 那当然也有少数缓队啦 包括这个工会啦等一些 这个蓝面 因为我们知道韩国工会是非常汉的啊 是 那没有错啊 我们可以看到你 你看他既然非常汉 你看他在跟很多国家 比如跟美国啊 这个签订FTS 你看他农业农民也是流血啊 是 抗争到处 还是通过啊 是 所以你认为 这个整个政府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印作啊 实际上也有他的一个这个效率 那他也有一些这个补救的措施啦 我想最后还是会达到一定的筒鞋 不过呢 我们看到南韩政府是对外宣称啊 这套方案可以创造这个多少的就业机会啊 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他都已经讲这些都是好的哦 但是我想要问的是哈 任何措施总是有一些风险存在嘛 这一套这个方案难道没有一些副作用吗 对 我想这个没有错啦 很多措施的确这个副作用难免 是 第一个就是说 那是不是所有这些啊 这个比较属于高龄就业的 那是多愿意啊 这个去接受这个减轻的制度 是 如果这个联系人啊 他还是加你一个经济的重担 嗯嗯嗯嗯 那当然这个心理也不太愿意 那心理不太愿意的 当然就我们经济学来讲 这个就会影响他的一个这个工作的意愿跟生产力 是啊 所以也会造成这个比较多的一些这个互面的一个效应 而且现在这个大家来讲 呃一般社会里面提到这个高龄的问题哈 第一个就是贫穷 韩国的这个高龄问题 贫穷的问题是非常严重 要不然就是一个不是均富的问题啊 就是啊 这个这个问题都很难解决的话呢 老师您看这样的这个薪资哈 这个系统哈 用在一些高龄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上面的话 这个会不会有一些阻碍啊 对我想会有一定程度的阻碍啊 除了我刚刚讲之外啊 那另外就是说 那可能会影响他将来的一个这个退休金嘛 嗯嗯嗯嗯 所以可能如果是这样那边 很多的一些这个法规也要这个去修改 那法规修改的矿略会死啊 而且会有一些这个抗争 嗯嗯嗯 这个都是难免的啊 但就是说如果就促进经济成长 或提高青年就业力 这个观点来看 我想整体的评估 或许这个他们评估出来结果是好的 是 我们常常讲的可能整体来讲是利益多为弊 是OK好 我老师刚刚也有提到啦 用在台湾可能 可能真的不适合 真的不是 对我的可信性非常低 好啦不只是台湾啦 那其他国家呢 譬如说日本或者是说 我们说这个这个青年失业率非常高的欧洲 您觉得其他国家有可能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国情不同嘛 是 这个不太一样 我想提高青年就业力 最重要的就是要刺激经济成长 是 这个是最有效 那我们目前是有加勤试法 已经通过这个公司法 那其他还有算法 还在这个 有要在省议 对那这个不管怎么样 只要经济能够持续的成长 那当然这个对这个就业的需求就会增加嘛 是 那青年的一个这个失业率问题或许就会改善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迁就性的大问题 非常不容易提及 不过这个样子的话 我在想说会不会他们都很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减我的薪水的话 会不会我就干脆提前退休 有可能这个样子吗 变成一个提前退休潮的话 那提前退休就是法规 他退休的一个年龄的一个限制 比如当原来的规定是60岁65岁才退休 那他提前退休 或许就领不到这个退休金了 是 这个也是有可能 OK 所以这对韩国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就要看看他这个实施的状况 来看看我们其他国家到底要怎么样去应用 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创新的做法 我想对韩国人来讲 他是敢做 包括我刚刚再补充一点 就在1998年的时候 他就是让4000多家的银行倒闭 倒闭才能重生 确实他做到了 我们就不敢了 我们连一家银行倒我们就不敢了 不行 这个真的是国情问题 做不到 结果他们就是至于死地的货生 整个经济就起飞了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还讲说 是有可能成功了 所以他是敢这个 就是应该我们这样讲说 砍掉重练 对 这样非常大的决心 不过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背景 环境 这个要不然很恐怕非常困难 所以您现在觉得说南韩现在已经是天时地利人和 都已经可以配合去做这样的一个方案了 是 OK好 无论如何对于这个韩国推动这一套系统方案 全世界应该都等着要看看这个成绩单 那这个大胆的实验能不能够获得成功 也觉得值得我们做一个关注跟这个参考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丹阳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教授 李沃强老师的深入分析 老师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